youtuber白痴公主以搞笑无厘头的风格 顺受粉丝喜爱 也经常与粉丝分享生活点滴 建议她筛出了自己剪短发的镜框罩 迅速吸引破万人按赞 招聘中她顶着新发型自拍 让精致的小脸更为突出 搭配白色针织上衣 以及短板中空剪拆 完美展示出她的纤细腰身 白痴公主原本已留着一头极要的长发 这次一口气剪到胸部长度 虽然保留了标志性的短刘海 但新发型依然让人觉得耳目一新 还有东仔忍不住留言近乎 哎呦这谁 白痴公主也对自己的新造型感到十分惊讶 笑称认不出来这是谁 并透露上次剪这么短的头发 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还开玩笑说 要赶紧找双胞胎妹妹合照 原来指的是镜子中的自己 幽默发言逗笑众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